Hello,全球的杰斯家人们,大家现在好,此刻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贺靖,我是曾经的媒体人,曾经的三所艺术学校的校长,今天我刚才看了一整天的这个我们的视频呢,我真的是心潮澎湃啊,因为今天我也要见到我非常崇拜的,我心目中的完美的男神。 首先我在这里呢,向全球的杰斯家人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我是贺靖,那此刻呢我在成都,我想说在杰斯我们能够有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状态呢,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使用我们细胞优化管理系统的产品,那更重要的一点呢,由着全球的这样一场传播健康的一个运动呢,让我们每个人活出了自己的梦想。 那今天我们待会呢,也会请出我非常崇拜的这一位在我心目当中堪称男神的这么一个非常优秀的总裁。 那其实呢,我在几年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我曾经在一个群里见过他的几分钟短短的分享,在这个分享当中,他就是告诉大家如何去上蓝宝。 在这个短短的几分钟的视频当中呢,我读懂了他的这个看问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而且呢他讲到四个字,化繁为解。 我当时就哇,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虽然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呢,我相信这样的人一定是未来的钻石总裁。 那亲爱的各位,大家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待会儿,连我也非常期待的这位钻石总裁,他的名字叫石坤。 他呢,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有一个特别美丽的太太,叫秦为,我们都亲切地叫他石头妈咪。 而且呢,他们两夫妻呢,一年五个月上了钻石,大家相信吗?还带着两个非常小的小baby啊,他的石头。 两个孩子我也特别特别的爱,每次在杰斯大学,我看到两个可爱的孩子,我都要跑过去抱抱他,逗逗他,亲亲他。 但是我想说,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令到我们的这个非常优秀的石坤总裁,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站上了成功的舞台。 在这里呢,我也简短地介绍一下石坤哈,凭着我对他并不全面地了解,我知道他是中国全运会武术的总冠军。 哇,我从七岁就开始练过武术,我也是一个有武术梦想的人,然后在初中的时候呢,我也是,最爱看的书就是金庸先生的小说,我看遍了所有金庸先生的小说。 对于武术这个专业来说,我是充满敬养,充满敬佩的啊,而且更不得了的是呢,我们的石坤先生,他把中华武术带向了全世界, 他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他也去到,受邀请去到了,著名的太阳马戏团。 如果大家对太阳马戏团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伙伴们都知道哈,能够进入太阳马戏团的, 都是在全世界范团内非常卓越,非常优秀,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些卓越的人士。 可是他是有怎么样的智慧,从太阳马戏团这样一个高维的,高度的一个, 一个演出的一个,全世界都瞩目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又转换到杰斯的这个舞台上来呢? 那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哈,我们把最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最最优秀的石坤总裁。 石坤总裁,您在线吗? 静杰好,全球的集团人大家好,我是石坤。 其实石坤,我觉得您和太太啊,能够那么短的时间,带着那么小的小baby, 全世界的运作杰斯的这个事业平台,而且那么快的拿到结果, 我也想替在线上的一百多位伙伴哈,虽然说我们的房间陆续的还有新人在不断的进来, 其实很多的新朋友进来他想做,可是他不知道先迈左脚还是右脚, 先伸左手还是右手,所以呢,我也想替他们来请教您一下, 我们怎么开始才能够最快速的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交给优秀的石坤,好吗? 谢谢静杰,谢谢静杰,那也非常感谢咱们整个钻石大团队的这些钻石级以上所有的领导人对我的信任, 我感觉非常的重担在我的肩上,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至少我得到大家的信任, 我相信,我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那首先呢,各位你刚才有听到我是一个练武术的,是一个武术运动员, 是一个专业的武术运动员,我在这个武术行业里面30年, 我也是曾经原来的北京武术队的队员,后来退役以后做了北京武术队的教练。 然后在07年的时候呢,我被太阳马戏团邀约来到了拉斯维加斯做演员。 在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呢,这个舞台啊,用了1亿8千万美金打造的, 是真的是世界上最贵的舞台,当时一度自己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能够站在这样的舞台上演出。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后来由于我生命中的贵人, 各位,我们每个人进来呢,都会有一个介绍人, 那这个人就是俗称的贵人,她是我生命当中最贵的人。 我有一个美丽可爱的太太,是这个贵人介绍给我的。 人家说,这个受人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一贩之恩当继终生。 更何况人家给你介绍个媳妇。 后来呢,又推给你,推荐给你一个这样的创业平台。 我都一直在感谢他们说,给了家庭又给了事业。 各位,真的是借助在座的掌声。 感谢我生命中的贵人,利伟哥和安娜姐。 感谢你们给了我家庭,又给了我事业,非常感恩。 那他的出现啊,他曾经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石坤啊,他说你咱们在拉斯维加斯, 那从拉斯维加斯开车到洛杉矶的话,需要几个轮台? 我说,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四个轮台。 他说错了,其实是五个轮台。 因为呢,后边还有一个备胎。 他说,你看啊,载好的车子都有备胎。 那我们人生是不是应该有个备胎? 哎,我被这句话打动了。 那个时候才有一个居安思危的一个想法, 说这个舞台啊,再光鲜亮丽,都是别人给的。 那既然是别人给的,他随时都可以拿走。 那如果他拿走了,我该怎么办?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平台, 然后自己说了算,然后掌握自己的时间, 然后掌握自己的工作能力,增加自己的工作能力, 然后帮助去,帮助更多人。 这样的话,不是体现更大的人生价值吗? 而且呢,我们那个演出啊,是年轻的时候比较值钱。 越老,越老越不值钱。 那我就在想说,什么一个行业越老越值钱? 你看,在杰斯的这些钻石啊,这些优秀的领导人, 他们为什么被大家那个尊重,被大家所需要? 因为他们拥有的是这个行业当中的经验。 你会发现在这个行业当中啊,很少有人炫耀自己的能力, 很少有人炫耀自己的学历,也没有人炫耀自己有多少财力。 但是更多的人会愿意是什么呢?分享经验。 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制度,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才会打造了一个像一家人一样的事业。 然后让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个有缘认识的朋友, 都像一家人一样,携手向前,在这个事业上,在这个平台上, 能够创出自己的成就。 所以呢,我相信在线上的所有的亲爱的家人, 我相信你们在任何一个自己的行业当中, 都属于非常优秀,非常棒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过去的这个行业呢, 我们对于这个行业呢,我们先暂时放下。 我相信今天上线的所有的家人, 您都是想要经营解释的。 既然经营解释,我们就要走进这个环境, 听一听这个走过来的一些人的心声。 那我在解释呢,已经六年了。 这六年的时间呢,我不敢说可以就是带给大家, 多么多么这个应该怎么说,不应该不敢说去教大家, 但是我觉得呢,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这是我们,我夫妻两个在上完钻石以后总结了这么几点。 那我今天呢,跟大家就探讨一下,学习一下,交流一下, 也让我自己有个提升, 也让我们之间彼此呢,有一个交流。 然后呢,我希望我们走过来这些心得体会, 能帮助您在这个事业过程当中有一些感悟, 然后从而呢,解决一些您在这个事业上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我先,首先呢,你知道我是练武术的,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从前有三个剑客,有三个剑客他们在比武。 比武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比呢? 就是说看谁的剑快。 那第一个剑客说我来。 然后看到一个苍蝇飞过,他手起剑落。 这个苍蝇就分成两半,落在地上。 哇,是不是很厉害,又准又快。 好,然后第二个剑客说这算什么? 看我的。 然后第二个剑客手起剑落, 结果苍蝇呢,落在地上,并没有死。 只不过两个翅膀已经被削掉了。 这个是不是就更厉害? 然后这个削断他的翅膀的同时还保留他的生命。 这个是更厉害的一个,更高级的一个剑吧。 然后第三个剑客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 然后呢,就手起剑落,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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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剑收回去。 然后那个苍蝇呢,不但没有落地,还自然地飞着。 这个时候呢,大家觉得没什么。 你看剑耍了这么多剑,你都没有把这个苍蝇给砍死。 或者是把他砍下来,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剑客停了一会儿说,你把那个苍蝇抓住看看,我已经帮他做好了双眼皮。 各位,这个故事呢,是形容在做劫师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可能都会遇到过,就是激情豪败。 然后冲出去,见人就讲,劫师好,劫师妙,劫师呱呱叫,没有劫师死,翘翘,对吧? 然后把你的朋友讲到口吐白沫,然后还不放过来。 然后还得上去踹两脚,哎,起来,继续听我讲。 这就相当于第一个剑客。 我们有激情,但没有方法。 或者是说,我们用错了方法。 然后在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可能找到了一些经验, 然后做到了一些对的事情。 但是,通常带着我们团队啊,就是,就像第二个苍蝇。 虽然有生命,但是丧失了能力,各位。 它没有办法飞了。 这就被我们带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什么样的有经验的人才会做到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真的适得其法。 透过学习,从外行到内行,然后从内行到专家。 然后用对了方法。 然后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不但让自己有所成绩, 而且还能够送给伙伴们这个更美好的祝福, 而且还有让对方能够得到,就像给他割了一个双眼皮,让他更美丽。 杰斯公司,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平台。 它透过这样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完成,给予对方的祝福和帮助。 那,其实啊,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在这条路上呢,都会遇到磕磕盼盼, 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和困难,这个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那如何去继续往前走呢? 我觉得首先哈,如果我们进来的首先第一步, 我们两个在总结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跟各位探讨。 第一个就是观念有同,各位什么叫做观念? 举个例子,很多我们一直在听这个词,已经听了很久了,叫理财,各位,对不对? 前两天我还给我岳母在探讨这个事,我说,娘啊, 我说这个,您现在呢,她一直在听小说, 我说您呢,可以少听一些小说, 多听一些这个财商有关, 因为她现在也要从事她自己想做的事,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呢,会帮助您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思路, 然后你更开阔,然后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我说,她,我说,我说你也可以学学理财, 然后娘跟我说一句话, 理什么财,我又没财,各位, 您觉得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会陷入这个? 很多人都会觉得理财是应该, 当我们有了钱以后才去做的事情,对吧? 这个就叫做观念,各位, 其实理财,它是一门学科, 越是没钱的时候,越应该学会理财。 理财是让我们能够合理地分配我们现有的财, 财务状况。 比方说,多少投资自己的学习, 多少用于定期, 多少开支,多少多少, 这有比例的。 但是往往我们的观念停留在很不认识它的时候, 我们在对它不认知, 在不了解, 不接受的时候, 我们往往认为说, 应该是有了钱以后再来理, 当我们有了钱以后就完了。 当我们有了钱以后, 可能理财就变得, 我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 因为我们家马上西洋, 西洋的话就会对这边有一个反光, 这样是不是脸色稍微有点光了,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观念, 你看哈, 有些时候并不是有钱才会有好的观念, 有一句话这样说的, 这个一个好的观念可以创造亿万财富, 但是亿万财富不见得能买到一个好的观念, 各位我们想想, 有多少身家很高的人, 然后在很年轻的时候失去了生命, 我们再来看看, 十年前懂得保养身体和十年后的差距, 这是不是对于健康投资的一种观念, 对于保养身体的一种观念, 对于投资自己和投资财产的一种观念, 你不管你有车有房, 还是有多少钱有多少亿, 只要你没有身体啥都没有了, 这是不是一个观念? 各位您知道观念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两个在对杰斯的时候, 我们首先提出的就是要观念通, 观念通的前提就是你要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度高, 有些人为什么会误解杰斯, 有些时候他为什么认为杰斯像, 好像直销, 好像什么, 他为什么不觉得这是一个先进的交互式网购, 或者是交互式平台, 他为什么不认为这是一家跨境的电子商务公司, 为什么, 因为他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度低, 就像一开始, 马云在经营淘宝, 经营这个阿里巴巴的时候, 大家对他的认知度低, 所以提出了很多反抗, 很多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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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观的甚至比较偏激的说法, 说的是骗子啊也好, 各方面也好, 但是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念, 让我们错失很多东西, 所以从现在开始, 如果您想要在杰斯这条路上走的稍微顺畅一点, 首先我们对杰斯公司的认知度要高, 我们对这种销售模式的认知度要高, 我们对于自己, 就是从事的这件事情认知度要高, 而且你对您自己的目标和相来的期望, 您也要认知度高, 才能相结合, 如果我们对于杰斯公司这个认知度高的话呢, 您就会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就会解决什么呢, 就是面子, 面子观, 对吧, 对, 叫做观念通, 第一步叫观念通, 那您当您在这个经营杰斯, 如果您对自己的公司都不了解, 比方说, 杰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公司, 它是具有高科技的生物科技产品的一家公司, 它是抗衰老的这个系统, 它是可以让我们细胞优化管理, 它拥有一个交互式的先进模式, 能够让我们真正做到全球一张网, 没有区域的限制, 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开门做生物, 可以真正透过这个网络实现我们的价值, 你知道电子网络其实在网络啊, 在网络平台其实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信息的层面, 我们大家现在就是你看通讯很发达, 它是一个信息发达的这个时代, 所以我们在网络上面的第一个交友软件, 包括平台是不是叫做, 叫做social media, 社交圈, 我们就会让我们这个发信息, 比方说我们现在跟中国跟什么都已经没有什么时间限制, 随时可以传递信息, 这个信息时代, 叫做就是这个第一层面, 叫信息, 第二个叫做功能, 功能是什么, 你看比方说我们在网上支付, 这是一个功能, 比方说我们可以在网上这个下单, 订购吃的, 买这个, 比方说这个, 滴滴打车, 对吧, 然后交水电费, 然后这各方面, 这叫功能的层面, 第三个呢, 叫做价值层面, 我们很多, 我们百分之, 可能现在目前啊, 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体验了前边两个层面, 但是我们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才会体验到后边的一个层面, 叫做价值, 我们都在网上发信息, 也在网上支付, 但是我们在网上赚钱吗, 我们怎么样体现我们的价值, 我们如何透过网络这个平台体现我们的价值, 这是杰氏公司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让你在这边实现你的价值观, 实现你的价值层面, 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然后施展我们的能量, 去帮助去感染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在这地方可以一起创业, 它是一个先进的交互式网购创业平台, 它帮我们打造了所有我们在做传统生意所需要的供应链, 所有一切, 它包括生产包装运输, 这个叫做进口仓储以及支付, 还有就是快递物流, 所有这些都帮我们打好, 需要我们做什么, 需要我们加入, 需要我们加入这个平台, 那如果我们没有良好的, 没有这个正确的认知这个平台, 我们就会被旁边的人左右, 什么时候我们才不能被别人左右, 就是我们认知度高的时候, 你的认知度越高越不会受影响, 因为你有正确的判断力, 各位同意吗, 所以第一件事情, 当我们认知度高的时候, 我们接触度就高, 接触度高了之后, 我们就会了解到公司所有的一系列的东西, 我们就会认可, 认可完了以后, 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信念和信心去分享出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有面子的关, 有人说, 哇塞你怎么, 你知道我在经营的前期, 各位, 因为咱们是经销商, 今天培训,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的路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在分享这个过程当中, 是可以让我们能够心灵交互创击的, 当我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没有给我说过这样的话, 说史坤啊, 你是一个全运会冠军, 你怎么会去做那个, 各位, 听, 你怎么会去做那个, 到如果我们认知度低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认为这是一个贬义, 当我们认知度高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开心, 我终于明白一件事情, 还有这么多人不认知这个平台, 我可有机会了, 我可有机会了, 因为这么多的市场都可以随我做, 因为那个人还没有发现, 这就有句话说, 当别人看不懂的时候, 我埋头苦干, 当别人看懂的时候, 我们已经成功了, 所以当时我没有跟他解释太多, 因为我跟各位讲, 扭转别人的观念, 扭转别人的思维, 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坚持, 做到对他的影响, 然后从而让他看到我们的改变, 然后让他认可我们做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对于一件事物的认知的角度都不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所有的人都一致, 但是我们接受不同看法, 我也接受, 但是问题是我们得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是否是我们自己认定而正确的, 这个需要我们加深对杰斯公司的认知, 转变我们自己的观念,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有就是当别人跟我们泼冷水, 比方说你看有一次, 我再去跟别人分享, 我说你知道吗, 杰斯平台怎么怎么样, 然后能够帮助我实现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 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可以环游世界, 那个人看着我, 然后从头看到脚, 从脚看到头, 然后对我说句话, 石坤, 你梦游世界还差不多, 你知道吗, 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当时在场那一刻, 我心里非常的生气, 但是我又转念一想, 你知道吗, 有一句话这样说,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梦想成真, 但是梦想成真不是, 第一步要做的不是你追求你的梦想, 而是先要让我们从梦中醒来, 你知道多少人是没有办法醒过来, 你知道多少人是他还在梦游, 他自己只是不知道, 他浑浑噩噩一直在做的他同一件事情, 但是他不知道他未来在哪, 所以当我们清楚我们的未来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我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 原因在什么地方, 原因我知道我走向哪里, 我的目标在哪里, 我的方向在哪, 我很清楚, 所以当别人跟我泼冷水的时候, 你的观念要通的话呢, 你认知你自己的事情, 认知这个事件, 然后呢, 你又认定自己的这个价值, 然后你可以往前走, 你认准了这件事情, 看到了你想要的事实, 求证了一切, 然后你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 干, 不要受别人影响,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影响别人的人, 一种是被别人影响的人, 各位, 你选择做哪种, 是被别人影响, 还是影响别人, 被别人影响有两种, 一种是负面的, 一种是正面的, 一种是成功, 一种是失败, 你选择受谁影响, 很重要, 当我们有能力以后, 我们再去影响别人, 所以第一件事情, 关键通, 当别人跟我泼冷水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告诉我自己, 别人对我的冷水, 就像在给我车里面加油, 让我的车跑得更快, 我非常感谢那些, 对我泼冷水的人, 我老婆也在讲说, 他经常对我们的伙伴说, 亲爱的, 请问你啊, 那个树是泼热水长大, 还是泼冷水长大呀, 然后当然是泼冷水了, 接到冷水之后, 我们才有能量啊, 你知道这是我老婆, 但是现在每个人, 他都有一个接受这个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的时候, 在当你泼冷水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内心冷静下来, 各位, 不是每个人都有梦想成功的, 也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梦想的, 只要我们愿意从那80%的人跳到20%就可以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20%的人才有梦想, 80%的人只会为别人打工, 各位, 如果我们愿意承载着去帮助别人实现梦想的话, 我们如果连这点都没有办法承受的话, 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呢, 怎么样才能帮助我们接受冷水这一关呢, 就是要观念, 打通我们的观念,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 所以各位, 确定你做的事情, 所以好好地了解认知公司, 是对我们最好的帮助, 然后呢, 当然了, 每个人我们在去走这条路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玻璃心啊, 很多时候, 各位啊, 每一个工作都不可能没有委屈, 各位, 真正的强者是早已经戒掉了玻璃心, 各位, 从现在开始, 我们希望在咱们团的伙伴当中, 或者是我们的经销商当中, 就不再出现玻璃心这件事情, 也不要出现这个词, 因为我们是要来成就我们人生的, 我们是来这个经营解私的, 我们是来创业的, 创业的路上哪有不跌倒的, 哪有不摔跤的, 哪有不碰到困难, 不碰到这个让自己这个疲惫的时候呢, 但是问题是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如何解决, 我们是真的坚定我们自己的目标往前走, 还是我们停下来躺着被别人打倒, 各位, 成功的人是排除万难, 不成功的人是被万难排除, 当我们要决定做这件事情, 我们要不打目标, 事不罢休的, 咬住目标, 别放, 当你走到你自己的目标的时候, 你会突然发现, 其实也没什么, 各位, 真的没有什么, 所以第一件事情, 各位, 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都是我们从我们思想观念来的, 局限我们打开我们的思维的, 是我们的认知, 是我们以前所认识的一些知识, 或者叫做局限了我们现在的一些认知, 所以我们把过去先放下, 我们只有重新打开我们的观念, 让我们思路豐富, 我们才能够认知到更多的未来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网络一直在流行这么一句话, 就是你永远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我觉得这句话讲的是太经典了, 各位, 所有目前我们赚到的钱, 都是我们认知的, 认知带来的, 你没有赚到的钱,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知, 如果我们今天想在杰斯里面赚到现在的钱, 各位, 你一定先要打开观念, 要认知杰斯, 认知度不但要认知, 还要高, 要超高的认知度, 各位, 好, 这个就是我们夫妻两个总结的观念通, 第一点观念通, 第二点, 定位准, 各位, 定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的快慢, 在杰斯里面是由于他的定位决定的, 他的定位不决定啊, 各位啊, 您就会被左右摇摆, 所以呢, 定位决定了地位,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定位自己是经营者, 而不是消费者, 消费者只负责用产品, 然后呢, 消费商而负责, 而用产品, 会带给这个他身边的朋友, 也会顺带分享, 只有经营者和领导人, 这两种人才会在杰斯里面学习和成长, 让我们能够, 让我们能够, 怎么样说, 赚到杰斯应该赚的钱,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观念通刚才忘记了讲几个点, 观念通呢, 体面还有这么几个点, 第一个, 观念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这个, 这个也跟很多人问到的一样, 就是杰斯公司是否金字塔, 观念绝对, 这个观念要定位就是杰斯公司不是金字塔, 杰斯公司是可以超越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有的传统行业才是金字塔, 你想一个董事长, 下边的总裁, 然后总经理, 部门经理, 再到员工, 其实员工是绝对收入赚不到比总裁更多的, 那如果今天有人推荐我们, 我们其实是可以超越上手领导人的, 各位, 只要我们能够就好好学习, 努力, 然后动起来, 一定要行动起来, 然后才能够一定会超过, 你也可以超越, 这个制度是允许的, 所以这个不是金字塔, 关键通里面的一点叫做不是金字塔, 各位, 而且今天定位, 这个定位这地方, 刚才讲的, 我们叫定位经营者, 但是我更希望各位定位是创业者, 就是创业的过程跟做结识的过程, 我觉得很相似, 但是唯一这个结识平台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真正的创业者, 所有的一系列的事情都要自己干, 但是这个平台上的创业者呢, 是所有的事情, 结识公司基本做完了, 我们只负责市场, 我们的定位是, 今天你来, 绝对不是为你的领导人来的, 你的定位, 你的定位是我们为我们自己而来的, 我们定位自己为自己奋斗的, 而不是为你的上手领导人奋斗的, 各位, 你不要老指着老看着上手领导人, 他动你动, 他不动你就不动错, 你如果想要在结识里面成就自己, 必须变成自己是全自动, 各位, 半自动都不容易成功, 全自动才会成功, 全自动的定位自己是, 全自动的创业者领导人, 你才能够让自己真正去, 站在不同的位置去解决问题, 你想啊, 定位自己是消费者, 他就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然后他就会要求公司这个, 要求团队这个, 要求领导人这个, 对吧, 如果我们今天定位是创业者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转换, 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公司的角度, 市场的角度出发, 因为你今天是创业的, 你必须要了解市场, 你必须跟公司达成一致, 你跟公司的这个角度不是这个, 主人和主顾的关系, 是你跟公司一个合作, 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你的定位准的话, 你会从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到转换成团队角度, 公司角度和市场角度思考问题, 那你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而成, 而然的去解决团队很多的问题, 什么叫做领导人各位, 我给各位一个概念, 就是我认为的领导人是解决问题的人, 而不是制造问题的人, 您一定会在您的团队当中发现, 有很多人制造问题, 对吧, 但是真正的领导人是解决问题的, 不管是市场的问题, 团队问题, 还是个人的问题, 你会发现领导人的情绪超稳定的, 领导人轻易的不抱怨的, 我没有看到哪个领导人抱怨, 抱怨到钻石的各位, 抱怨就像仰天吐口水, 什么叫做仰天吐口水就这样, 吐口水, 那个口水会落到哪里, 会落到自己脸上, 没有任何的帮助, 然后呢, 会让自己的脸满脸都是自己的口水, 各位, 你愿意做这种人吗, 所以我们的定位如果准的话, 我们会自己会抱怨吗, 不会, 领导人永远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如何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定位是个人的话呢, 我们就在想,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就, 你看, 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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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那如果你今天位置转换了呢, 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呢, 我怎么样才能够让团队, 启动呢, 我怎么样才能让我达标呢, 我怎么能让我团队的这些领导人都上钻石呢, 各位你觉得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位置不一样, 我们思考的东西变了, 所有的事情, 只要位置不一样, 我们会发现, 其实, 定位决定了思维, 思维绝对的行为, 行为绝对的结果, 如果我们今天结果没有对, 一定要回去检查我们的定位, 我们定位如果没有对, 结果当然是不对的, 因为定位一开始就出了问题, 你后续的几个步骤全部出问题, 那你的结果当然是歪的, 所以各位, 我们定位是来干什么的, 创业的, 我们定位是什么, 领导人, 我们定位是什么, 是跟公司合作的, 我们是战略合作伙伴, 我们的定位是全球市场的总裁, 我们要拿出总裁的气度和魄力, 还有解决问题的思维, 去解决问题, 所以你知道吗, 各位啊, 团队当中有好多好的问题, 你在市场上有好的问题, 生活当中有好的问题, 家庭有好的问题, 孩子有好的问题, 老婆夫妻之间相处有好的问题, 那你会发现, 有些人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过得很好, 有些人却会离婚, 却会家破, 却会倒闭, 却会这个被员工骂, 或者怎么样, 为什么,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思维模式, 原因就是想法看法和做法不一样, 所以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结果, 因为想法看法做法不同, 所以结果不同, 那什么样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呢, 就是让我们成长, 这句话我是听Tony Robbins说的, 他这句话让我非常的震撼, 这一个视频的, 就是开头的第一句话, 他就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 We have a lot of problems,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 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事情, 他说, 他说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件事情, 就是grow you up, 就是让我们自己成长, 只有成长才能解决问题, 为怎么才能成长, 各位, 我们只有让我们成长了, 我们才能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震撼, 各位,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 这句话一直影响我, 一直影响我, 就是grow you up, 当我如果一旦遇到我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检讨我自己, 你有没有这件事情上处理的方法成长, 你有没有让自己成长, 你有没有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让自己就是跳出这件事情, 去看待这件事情, 分析面对它, 然后处理它, 如果没有, 就是你自己没有成长, 所以呢, 怎么样能让我们成长, 就是牵扯到第三个步骤, 叫做自我学习力强, 自我学习力强, 就是我们夫妻两个总结的, 第一步是观念通, 第二步是定位准, 第三是自我学习力强, 各位哈, 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活到老, 学到老, 对吧, 其实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棒, 各位, 学习是没有止尽的, 最应该学习的就应该是属于我们经营解释的领导人, 各位, 我们千万不能停止学习, 随时随地都要学习, 提升自己, 我们在心灵上要学习, 但是各位, 我先列举几件事情, 作为解释的经销商, 首先要学习的是什么, 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 解释里边的基础知识, 什么叫做基础知识, 公司的文化, 产品的原理, 制度讲解, 后台操作, 您是否都掌握了, 您有没有认真的用产品, 学习产品的原理, 让自己变得美丽健康, 使用产品, 大量使用, 你知道我老婆, 这个我们当时在经营节识, 包括到现在, 这个护肤品, 我老婆用什么, 我就用上, 他怎么用, 我就怎么用, 你看这手势, 看, 看, 然后, 把他这样提升, 对吧, 哎呀呀呀呀呀提, 哎呀呀呀要提, 对吧, 然后这个还得提拉面膜, 还得碗霜精华, 对吧, 除了美白我不用, 因为我觉得男人不能太白了, 要黑一点, 然后, 我什么都用, 哇天哪用, 媒体说, 哎呀, 对吧, 大量使用产品, 你只有使用产品, 你只有把自己变成一个爱用者, 你才会体会产品, 你知道什么叫做分享各位, 分享是不是照本宣科分享产品的原理, 分享产品的那个说明书, 分享是分享你用后的感觉, 只有感觉才可以传递渗透, 打动对方的心, 而不是产品的知识, 产品的这个, 但是当然在分享产品你的感觉之前, 你要了解产品的原理吗, 要, 这个是我们自己学习的一部分, 我们要不要参加会议, 要, 要不要自己学习, 要, 你这些基础的东西要做到产品使用各个方面, 奖金制度, 三五分钟, 你能不能把奖金制度简单几句话讲完, 你能不能找到对方想要的东西, 给到对方, 对吧, 这都是需要学习, 学习随时随刻要调整, 要调整学习的这个方向, 一个是基础知识, 一个是行业里面的这个话题, 行业里面的知识, 你越是做这个事情, 你越要对这个行业里面的东西更多的了解, 所以呢, 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越学越害怕, 不学变老大, 你会发现越学习的人, 他越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他越更谦卑, 他越更容易跟别人接触, 更容易接受对方的意见和看法, 更容易让自己变得亲和力更多, 更好, 然后更有这种打动别人的感染力, 但是你会发现, 不学习的人, 他什么都知道, 不学习的人, 这个也知道, 那个也知道, 你还没有开口呢, 他什么都知道, 而且他比你知道的还多, 他认为他就是他什么都懂, 对吧, 越学的人又会发现, 其实要探索的东西太多了, 越学的人这个太多了,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真的, 所以这个学习需要无时无刻的要调整自己, 把自己放低了, 只有这样的话, 你能在团队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气氛, 大家才会融, 才会吸入更多的优秀人才, 你没发现, 杰斯平台确实很多优秀人才, 为什么, 因为那些都是非常, 在每个行业都是特别优秀的人才, 你会发现优秀的人才, 都有一个供点, 就是他们做事, 做人做事, 都会把自己放得很低, 没有子高气, 对不对, 都会让自己能够更平易近人, 这个态, 所以我们要学习调整, 我们如何能够在团队里面, 能够让我们自己成长, 因为你会发现在做杰斯的过程当中, 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你会遇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那怎么样跟这些人相处, 那如果以我们的性格去相处的话, 我相信在带领团队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学习, 不但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因为改变生活习惯是帮助我们做杰斯的首要, 因为基础学习完了之后, 你要改变生活习惯, 你要改变你的这个做事风格, 做事习惯, 所以你要去安排自己的这个计划的时候, 都要有改变, 这都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当你一定团队的时候, 各位今天针对的是两种人, 一种是新的伙伴们, 你这个了解的这几个点, 第二个方向我针对是, 已经在带领团队做过一定市场的人, 各位, 那我讲这个话是有原因的, 因为什么人才需要不停地学习, 不是说我们学习就是苦哈哈的, 其实学习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学习能够让我们突破自己的盲点, 让我们知道自己哪地方不足, 自我检讨自我提升, 从而完善自己, 当你完善自己的时候, 你的性格会随着你学习而改变, 然后当你的性格变得更容易接纳别人的时候, 你不就市场越宽阔, 你接纳的人群就会越多吗, 我们如果性格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不用, 还不愿意透过学习让我们去改变的话, 我们如何让吸纳更多的人才跟我们一起合作呢, 所以各位, 自我学习力强通过三个地方, 第一个基础知识的学习, 第二个行业内的话题, 第三个就是性格自我的提升,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我认为前两个步骤, 观念通定位准是在想, 是在思考范围, 学习力强的话是在于动,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行动起来, 有时候列目标, 不是说你今天列的目标要上钻石, 你第一个目标应该是怎么列呢, 应该是行动目标, 让我们先动起来, 在这个行业当中有句话叫做乱做都比不做强, 什么意思呢, 就不是让你真的去乱做, 就是你刚才静姐也说, 我们先走哪一步, 我告诉你, 走哪步都对, 走哪步都好, 原因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他因为他面对的是市场, 他面对的是不同人群, 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我说的话, 做的事情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接受程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只要动就对, 所以你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先动起来, 你一定要让自己行动起来, 比方说使用产品就是一个行动, 你每天上网去学习, 杰斯的知识, 这就是一个动, 你记录你这个后台, 你学习, 这就是动, 你今天讲解这个学习, 讲解奖金制度, 这就是动, 你去操作后台, 这就是动, 你体会产品分享, 你就在动, 这个就叫做行动目标, 没有行动目标, 就没有业绩目标, 没有业绩目标, 更不要谈, 聘位目标,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一开始就是先让自己动起来, 你管他哪一个步骤, 我学到哪个就是哪个, 因为将来反正都要用, 你知道这一路走过来, 只要出现的都是好的, 为什么, 也许你将来就会透过这样的事情去帮助另外一个人, 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在杰斯这条路上, 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帝包装好的礼物送给我们, 记得哈, 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帝包装好的礼物送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这地方学习和成长, 然后再把这个礼物转让去转送给其他人, 所以自我学习力在三个方面, 基础知识, 行业话题和自我成长, 第四, 行动力够, 各位, 行动, 我们刚才就在讲的, 行动目标, 我们学是一个行动, 我们把这个学的都做出来, 又是另外一个行动, 但是做出来第三步就是让你什么呢, 去不停地动, 让你一直大量地行动, 让你就是, 什么叫做够, 我应该怎么要举这个例子, 就是曾经有一个人问我, 他说, 你们一年五个月上钻石, 你一定有密招, 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是如何上钻石的, 我说, 哎呀, 我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太棒了, 我告诉你, 我的密集是什么, 从拉斯福加斯到洛杉矶, 有三百mile, 有三百英里, 这相当于, 这相当于, 我们从一个经销商, 到钻石的距离, 我们每个人都有三百英里, 那这三百英里, 取决于你用多长时间把它跑完, 有人用五年, 有人用三年, 有人用两年, 有人用一年半, 有人用一年, 怎么样上钻石, 我跟他讲, 各位, 我也跟你分享, 就是你把钻石应该做的事情, 全部做完就上钻石了, 那当然你告诉我, 那里面需要多的事情, 没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是经销商的基础培训, 我们只讲五点心法, 所以至于正确的方法, 各位, 您再进来, 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机会, 在这地方交流和学习, 让我们共同成长, 各位, 走进来, 学习, 你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要放下身段, 各位, 过去的行业, 再好也过去了, 过去的行业不好也过去了, 你说对吗, 那我们今天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成功, 我们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 做出成绩, 我们知道一句话叫做隔行如隔山, 对吧, 我们要听这个行业里面的, 有经验的人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把他的经验拿过来, 帮助我们自己成功, 多好, 少走弯路, 最聪明的人, 就是借助别人撞的头破血流的经验, 当成自己的经验, 自己不用再去撞, 有些人不是, 有些人非得自己撞, 撞完, 哎呀, 头疼, 我都跟你说了, 那地方有墙, 你还要去撞, 对吧, 所以呢, 各位, 行动力够, 从你的设定目标, 到你完成目标, 你一定有量的累计, 才会有质的变化, 有了质的变化, 才能离你的目标越近, 那怎么样才能够离你的目标越近呢, 就是你的行动力要够, 至于多少是够, 各位, 你自己去定, 我和我太太当初在做这个节思, 我们在经营节思的时候, 我当时还在全职上班, 我虽然用业余的时间, 但我真的是全力以赴的心态, 我绝对是全职的心态, 我们每天在线上工作16个小时, 我们除了带娃工作, 我就是在节思上面, 我满脑子都是节思, 我们满, 就什么叫做够呢, 就是我一定要每天我能有收获, 然后我没有收获, 我自己在学习, 在成长, 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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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把我做的这件事情, 在一直有结果, 有一句话说, 听了不做等于没听, 就是学了不做等于没学, 做了没有结果等于没有做, 各位, 我们一定要透过一定的量累计, 才能到你想要的结果, 如果没有累计到怎么办, 你自己要检讨自己到底哪地方出了问题, 哪个步骤,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由于情绪, 对吧, 你的口气, 或者是这件事情根本跟你就没有任何关系, 是对方出现了哪些问题, 而导致了这个问题没有成, 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我总结和自我肯定, 您做对的事情要肯定, 没做到的事情要总结修改, 修改完了之后再去做, 做完了之后才能复制, 才能去教,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做学做修改教, 对吧, 然后我们就是16个小时当中, 我每天谈多少, 我们名单是怎么列的呢, 我们当时跟我太太, 我们俩一人100个名单, 100个名单完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谈, 就开始谈, 然后抱着孩子也在写讲经济话, 这个孩子在这个肩上就开始写, 然后对方在这个其他视频里面, 我们就视频就讲手机上面, 这个这个PPT, 然后就讲, 然后就跟他讲说这个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怎么回事, 各位, 这个够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用一个标准的量告诉你, 到底是什么才叫够, 所以你想要的有多少的目标, 你自己定, 这个目标定, 一定要有挑战, 50%的挑战, 50%的可行, 你不要告诉我, 我三个月上钻石, 我跟你讲, 不撞死就差不多,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学会有挑战, 有可行性, 有多少呢, 50%, 然后从小的目标累积累积, 让你的信心越来越足, 然后先从义到难, 先从这个简到复杂, 所以呢, 跟各位讲, 很多伙伴们进来, 你一定要学会一件事情, 用熟练, 先熟练, 再改变, 先求熟练, 先把这里的教的, 这里的分享的, 全部做成自己的, 很熟练了, 张口就来, 随手就, 随手捏来, 对吧, 随口就可以分享到重点, 三五分钟就可以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 至少要讲到一到两个重点, 打动对方的重点, 而且是你要听到对方, 你听到对方有需求的, 三到五分钟, 啪, 讲完, 完事, 对吧, 先求熟练, 再改变, 然后再变成你的, 用你的方式, 用你的故事, 往里面这个套, 所以主题不变, 话题新鲜, 你永远可以分享更新鲜的案例, 对吧, 更新鲜的这个话题, 更新鲜的这个, 这个这个, 事件更值得让我们这个思考的一些举例, 这些都OK, 所以行动力是真的非常非常, 就是这个量啊, 一定是累积到那个目标视线, 各位, 不达目标, 事不罢休啊, 我是练武术的, 你知道我从小踢腿, 一堂课下来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就踢一腿, 就这一个动作, 啪, 那个腿就在这里踢, 踢不动, 然后一两个小时就在那里, 你知道,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它看上去, 它是简单, 但是它有一点枯燥, 但是需要我们随时调整心态, 学习调整心态, 为什么我们有培训, 我们有这个有有说明会, 我们有新销商的会议, 就是让我们随时在那边补充能量, 你在外边受到了一些这个负能量, 来这地方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心态, 然后提醒一下自己, 相互激励一下, 我们的目标清楚, 然后我们调整心态, 我要的是什么, 诶清楚了, 继续充电, 继续放电, 充电, 继续放电, 充电, 继续放电, 直到我们的电足够的能量去感染更多人, 你这个行动力出来以后啊, 你会越做越快, 是真的, 就是有句话说, 快者越快, 慢者越慢, 所以呢, 这个火车的, 这个原理, 飞机的原理, 就是在你起飞, 在你开动的那个时候呢, 是慢, 所以在你启动以后, 它是会越来越快的, 那目前由于网络, 包括咱们现在, 系统越来越完善, 然后包括公司, 现在也这个就是, 解决很多问题啊, 对于我们的其实不持, 包括对于我们这个将来的这个展望, 其实都是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更需要让自己的行动量提高, 所以这个量呢, 您自己定好不好, 好, 第五点, 第五点叫做坚持, 就这两个字坚持, 没有坚持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到极致, 一个优秀的人才, 不透过时间的磨练, 打磨和塑造, 他没有办法卓越, 他没有办法辉煌, 对吧, 所以一定要是在这地方, 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态, 对吧, 然后让我们能够经得起大磨, 让我们可以持久的做下去, 你知道其实做解释并不是, 这些知识繁琐, 这些难讲, 人难讲, 这个难讲, no, 其实最难的就是让自己重复不断的做同样的事情, 坚持这一件事情, 坚持观念通路, 坚持定位准, 坚持自我学习, 坚持要行动, 你知道吗, 真的, 各位, 其实如果我们这五点都能够做到的话, 这件事情其实它并不难, 它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很多时候我们呢就是做得好像力不从心啊, 或者什么是因为我们不会, 当我们会了以后, 就会发现突然发现, 其实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吧, 所以各位大胆尝试, 学到什么就去做什么, 学会什么就去分享什么, 但是我觉得在你们在各位, 我们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 我觉得一定要学会讲故事, 你要用故事搬家的原理去打动你的客户, 你的朋友, 讲别人的故事, 故事搬家就会产生说服力, 对, 所以呢, 我们在坚持做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从而能让自己遇到一个更完美的, 更好的自己, 你可以去问妈妈吗, 我的两个儿子在那个什么, 知道你上去问妈妈, 所以呢, 我们在这条路上, 其实就同一个风景, 就是不会出现两个不同的风景, 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的心路历程, 这五点呢, 是我们夫妻两个总结的, 这五点的心路历程, 所以各位, 这个希望呢, 能够让您受益, 能够让您这个在开悟, 杰斯其实绝对不是让我们一夜暴富的生意, 但是却可以让我们一夜顿悟的事情, 它是一个绝对能够让我们产生这个体现自我价值的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人生, 我一直在分享这句话,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 就是人生最美好的风景, 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 我们在传统行业当中, 明天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 比方说这个行业, 这个生意, 这个能走到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在这个地方, 你一眼就可以看到你的未来, 你看这些钻石的生活模式, 生活方式,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只要做到这样的话, 也会有这样, 所以各位啊, 我们只要坚定我们自己的立场, 我们选择是对的, 所以你一定可以完成您的人生影响, 我绝对相信这个平台, 可以帮助我们夫妻两个, 可以帮助我们, 这样就是讲良心话, 没什么学历, 也没什么社会背景, 然后也没什么创业资金的人, 然后可以在这地方能够成就, 帮助我们两个, 这个翻转人生, 成就我们的人生梦想, 我也相信, 这个平台也可以帮助您, 在这地方实现您的人生梦想, 谢谢各位, 这是我的分享,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静杰, 分享太棒了, 我们所有人都听入迷了, 感觉都没听到, 在开会时间, 一个小时多已经过去了, 真的非常感恩石坤您的分享, 谢谢,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你把你一路的成长, 一路的这个历练, 我们都感受到了, 我相信在线上的所有朋友, 也都感受到石坤总裁那份能量, 更重要的一点, 他讲的行云流水, 把我们进入杰斯, 所有的每一步心态, 状态, 形态, 都讲的行云流水, 太棒了, 真的, 太了不起了, 谢谢, 我也替在线上的所有的杰斯的伙伴们, 新老朋友们, 要经营杰斯的伙伴们, 都深深地感谢石坤, 谢谢石坤总裁, 非常感谢, 期待有一天我们原石滩打场球, 还是要向你, 我永远还记得, 我们上次去成都, 然后跟Tina老师一起吃完饭以后, 是您开车送我和我太太到酒店的, 然后静姐非常的感谢你, 对我们俩的照顾, 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 对我们这个两个照顾, 在成都的时候, 非常感恩, 非常谢谢, 石坤我们都是杰斯家人, 真的要像家人一样, 互相关爱, 互相鼓励, 互相支持, 非常感谢你的这样的一个引领, 在你身上我就是看到了, 你们的, 你和秦为, 你和太太的这种决心, 你的行动力, 你的愿景, 而且一步一步地把它呈现, 更重要的一点呢, 他们也在响宴党的号召, 在有三娃的愿景, 我在这里呢, 也深深地祝福你们啊, 谢谢, 对, 我相信在线上所有朋友都觉得还没有听够, 期待在未来, 不久的将来, 能听到石坤总裁你更加精彩的一些宝典, 让我们所有的杰斯的新老朋友, 都能够再次的点燃,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也有决心重新开始, 我们不是要重新开始, 我们是重新找回自我, 没错, 我们重新找回自己, 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会, 就像那个开车啊, 方向盘需要把, 就是需要的需要调整一下, 那我们就是要调整一下, 重新回正轨而已, 然后重新让, 让我们的迷失的心, 重新找回速度, 然后重新回归自己, 然后这个可以发挥更大的, 能量,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团结在一块, 就一定可以创造奇迹, 各位加油啊, 好的, 好的, 石坤我们在此呢, 我们俩一起啊, 代表我们的三钻团队, 我们的熊猫姐姐, Flora, 还有我们二十多位钻石, 也感谢大家的聆听, 同时呢, 大团队为所有的杰斯家人奉献了, 非常丰富的精神训练, 还有我们做杰斯的一些宝典, 每周四上午十点, 还会有新的这个我们专业课的培训, 每周的星期六的上午十点呢, 我们会有更多, 更多优秀的伙伴来给大家进行事业说明会的一个展示, 大家可以大量的邀约, 借助团队的系统, 借助我们这样的一个空中视频, 能够帮助所有的人去赋能, 而且在未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红宝绿宝专事诞生, 再次的感谢石坤总裁的赋能, 也帮我满满的点燃了, 我们一起调整方向, 谢谢您, 好的, 再见各位, 再见, 再见, 好,结束 好,结束 是啦 辛苦啦,石坤